那鎂的話基本上來說在我們身體裡面 它可能跟我們的一個 那或者是說我們一個 偏頭痛啦 那如果你都找不到一些 病症的原因有可能要注意一下自己是不是鎂不足是嗎 在台灣的話其實大家的鎂的攝取通常都比較不夠 要補充100毫克的鎂的話 哈嘍大家好我是小田 大家一定都有抽筋啦 肌肉痠痛這樣的經驗 但沒想到這些竟然跟身體缺鎂的訊號有關係 根據衛福部的統計台灣人平均鎂的攝取量 大約只有建議量的60% 普遍攝取不足 這一集我們邀請到功能醫學的專家 歐漢文醫師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醫師好 小田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歐漢文歐醫師 醫師大部分的人對於 鎂這個營養素 應該算是非常的不熟悉 嗯是 這個鎂他到底是要做什麼用的 好那其實還蠻多人都會可能會聽過 鈣這個營養素 但其實鎂是他的好朋友 所以其實我們都說 鈣跟鎂這兩個可能是需要一起吃 那他們兩個才可以一起 在身體裡面做一些作用 那鎂的話基本上來說在我們身體裡面 他可能跟我們的一個 神經傳導啦 那或者是說我們一個肌肉的一些 放鬆或者是收縮會有關係 所以常常我們身體裡面如果缺美的話 就會發現說 雞肉好像特別容易痠痛 或是有些人可能半夜睡覺 或者是常在運動之後發現 突然抽筋了 其實這些都有可能跟我們身體缺美 會有些關聯性 還有很多的一些狀況 像是比如說第一個在我們腸胃道的部分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自己腸胃不太好 會有些拉肚子 或便秘的狀況 可能是缺美 好所以像有些人 他可能沒辦法正常的排便 那他可能就會吃 叫做氧化美 對這些藥物 他其實就是幫助我們排便 再來他有可能跟我們身體 疲勞 會有些關聯性 那再來的話呢 其實美呢 他也可能跟我們的一些 精神情緒 會有關係 像如果說美比較不夠的話呢 我們其實我們會比較容易焦躁一點點 會心情會比較煩躁 那再來呢 可能美會跟我們的一些睡眠會有關係 那最後呢 其實美可能就跟我們一些 心血管疾病有關係 所以像是一些心律不整 這些都會有一些關聯性 所以我們可以解讀成說 像是如果有 那如果你都找不到一些 病症的原因有可能要 注意一下自己是不是美不足是嗎 對因為其實的話呢 就像剛剛小天在前面提到的 其實我們在台灣的話 其實大家的美的攝取 都通常都比較不夠 那其實在這個時候 像我們剛剛提到這些 上述症狀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說 搞不好會有美的缺乏 但常常也會很多人都問我們說 歐醫師那 到底缺美要怎麼 怎麼去知道說 這有沒有缺美 對 那其實這個我們目前可以去透過 抽血的方式 那去瞭解說 身體裡面的蓋 夠不夠 美 夠不夠 等等 那因為美它大部分 都是藏在我們身體裡面一個 叫紅血球的一個細胞裡面 所以我們通常去抽血的時候 要記得 要說我要抽紅血球的那個美 我們才會知道這樣子 剛剛醫師有提到一個就是有可能會導致你的 高血壓和心血管疾病 這個部分我想我們觀眾還蠻在意的 可以再幫我們多補充一下 美呀 還有像我們剛剛提到的蓋 還有像是甲 那這些呢都是跟我們心臟的傳導 會有一些關聯性 它就會決定呢 我們的心跳的收縮 心臟的快慢等等之類的 那所以呢 當我們的美比較不夠的話 我們心臟這些收縮的力量來說 可能就會受到一些干擾 那另外來說的話呢 其實美這個東西 這幾年的一些研究就有發現說 其實 它會跟我們血管放鬆的能力會有關係 那如果血管它比較緊縮的話 大家可以想到我們的血壓就會比較高 那如果說我們補充足夠的美的話 那它血管一放鬆之後呢 其實我們的血壓它就會降低 所以我們常會在 臨床上遇到一些病人 他其實身體的美是不夠的 他反而高血壓要一直加 結果 血壓好像下不來 後來我們在他的飲食或是透過抽血 就發現說 對 美不夠 後來就幫他補充點美 血壓反而就下來了 那除了高血壓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慢性病也跟美有關係 像是的話呢 大家其實最常聽到的 我們所謂的第二型糖尿病 那糖尿病的話呢 其實如果說在我們血糖比較高的時候 它就會消耗到我們許多的美 那所以的話 它在我們身體裡面美 就會比較不夠 第二個來說呢 我們身體的美不夠的話 它其實剛剛提到的 它跟蓋兩個是好朋友 所以如果美不夠的時候 對我們身體的骨骼來說 其實也會有些影響 骨質疏鬆的問題 對骨質疏鬆問題 那最後的話 剛好前面提到 美其實就跟我們的一些情緒 或者是精神 會有關係 所以缺美的人很多 都可能會有一些失眠的問題 既然您剛剛說到 美對於我們身體健康 其實是很重要的 是 那到底哪一些人 特別容易 有這個美不足的問題 基本上來說的話呢 如果我們長期是吃一些 比較精緻化的飲食 因為其實美在我們很多食物當中都有 但是它被我們 我們的一個加工之後 那其實美 它會逐漸上失 那上失的話 所以我們 等於說長生吃這些精緻食物的話 那可能就會去讓我們的美 攝取不夠 那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如果本身來講 很愛吃很多糖類的東西 甜的東西的話 這些糖的話 它會去消耗掉我們的美 對 所以就說我們可能常說 吃一些重口味 不管是重鹹 重甜的 那它可能就會特別缺美 等於說會加速它的流失 加速它的流失 對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 有一些人會特別喜歡喝一些 咖啡因的飲料來提升 不管是茶 然後或者是說有些提升飲料 或者是說大家最愛喝的咖啡 對 那其實這些它們都會去干擾到 我們身體美的吸收 那再來的話呢 可能有些人的話 它可能本身是有服藥 尤其像是有在服用利尿劑的 或者是服用類固醇的 那這一類的 這一類的患者的話呢 他可能身體的美 就會特別容易流失 通常醫師這邊會建議說 大家美的攝取量可以怎麼樣子的 來注意說自己夠不夠 那飲食上的話要怎麼樣來補充 我們國民的營養署 它其實健康署記它有一個建議啦 就是說我們大概成人的男性 大概每天可以補充380毫克的美 那女性是320毫克 那如果說你是孕婦的話呢 可能會建議到355毫克 那可是大家聽到這個數字可能都很沒有一個觀念 想說我要怎麼知道我有沒有吃夠 對好 那基本上來說的話 我們大概要補充100毫克的美的話 你可能蔬菜要吃一盤 要吃一大盤這樣子 那還蠻多的 那還蠻多的 大家說那我每天要吃三大盤蔬菜 大家一聽到說 這絕對不太可能 對 那其實的話大家就比較不用擔心啦 因為其實美 我們到處什麼食物都有 譬如說我們只要吃到深綠色蔬菜 那其實大部分裡面都會有 像是菠菜啦 那或是像是一些比較深色或帶紅色的 比如說我們說紅線菜 紅鳳菜 對這一類 這一類的蔬菜其實裡面還蠻多的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一些堅果類 其實堅果類也還蠻多的 譬如說像是什麼 奇牙籽啦 南瓜籽 等等之類 或者是說像我們常聽到的 核桃 那些杏仁等等 那再來的話就是 顴骨類 飯裡面來講的話 它就含有一些美在裡面 但是呢我就 在這邊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說因為我們剛才前面有提到 就是說精緻化的 精緻澱粉 它的美的含量就會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研究就發現說 其實你白米跟糙米飯 它之間的一個美的含量的話 白米飯就只有糙米飯的30%而已 對所以的話就是盡量 好大家其實很不喜歡吃 五穀米、十穀米 或糙米 盡量 還是偶爾可以吃一下這樣子 對 那在下一個來講的話 好像現在 可能房間的話呢 有一些礦泉水啊等等 他們都會去強化一些營養素 那有時候我們也會去強化 美這個營養素 對有時候你會覺得 可能剛剛 我提到的這些飲食 你可能都比較少吃到的話 或許可以朝這個方向去補充看看 其實剛剛醫師提到的不外乎就是 蔬菜 那堅果 顴骨類 然後 其實就是均衡飲食啦 均衡飲食 對然後多多從原型食物來去攝取這個美 那今天我們就感謝醫師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醫師 謝謝小天 謝謝大家 節目我們就到這邊結束囉 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如果你喜歡早安監賞的影片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 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才會收到我們的最新通知喔 謝謝大家